根據紐約市衛生局數據 截至週五下午2點 紐約市確診人數達到122,148人 確診死亡人數為7,890人 疑似感染死亡人數為4,309人 週五 市長白思厚在記者會上表示 紐約市住院疑似病例 從週二的386人下降到週三的329人 當日加護病房人數從週二的887人 下降到週三的874人 而檢測確診率也從55%下降到46% 另外 根據紐約市衛生局週五發布的數據 紐約市的非裔人口死於中共病毒的人數 比任何其他種族都還要多 至少1,999人死於中共病毒 第二高死於中共病毒的族群為西語裔或拉丁裔 至少有一千六百九十六人 第三高則為白人群體 至少一千八百六十一名白人死於中共病毒 而亞裔人口的死亡人數 占全紐約市最低 僅463人 市長還宣布 週五開始 紐約市五大區共有十個新的社區檢測點 將陸續啟用 一週可以做五千九百次檢測 民眾可以致電三一一 瞭解更多訊息 不過市長提醒 檢測點將優先提供給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健康保健行業的員工以及有慢性疾病的65歲以上年長者 白色號週五還宣布 將取消紐約市五月份的所有活動 六月份的活動也正在考慮取消 要注意的是 週五晚上八點開始 紐約人都必須在公共場所戴上口罩或面罩 該規則也適用於兩歲以下的兒童 每天在紐約市 紐約人們都為在前線的醫護人員們致敬 週四晚 紐約市警到紐約市朗格尼醫療中心 為醫療人員們鼓掌致意 一名醫護人員流下淚水 新唐人記者 王愉賀 紐約報導